妈妈懒得做饭时 如何半小时搞定三种焖面 今天中午吃焖面啊 我吃钱的啊 我吃鸡蛋的 别吵啊 我想吃豆角的 我做饭 我做了饭 既然三人不同意见 那就做三种 反正糊弄起来都很快 豆角焖面 才是焖面界的神 我就爱吃这种扁豆角 因为口感脆甜 豆角的搭配是五花肉 不用放油 就能扁出好多油 肉均焦黄了 这是下豆角 扒了几下 用生抽蚝油糖 调味儿 再丢点葱蒜 扒了几下 然后加一碗水 面条嘛 我喜欢这种筋道圆挂面 焖酒也不会软烂掉 盖盖子 小火焖十分钟 这个时间 搞牛扒的茄子焖面 茄子快速切块的小妙招 就是先给它切成劈腿状 然后就一二三四五 成块了 起锅烧油 饱香葱蒜 肉末茄子得有肉末 扒了熟了之后啊 来一大勺豆瓣酱 老抽收成调味儿 再丢茄子 一个番茄 扒了几下 加水没过食材 扑面 盖子也焖十分钟 同时两锅 我这就叫统筹 豆角的鲜熟了 把面扒拉散 再收收汤汁 豆角焖面 吃的就是干面口感 汤汁都入味到面里了 面鲜香不烂 在它面前 没有人会挑食 我做的这个豆角焖面 真的是没水了 肉末茄子的也好了 它吃的呢 就是软烂口感了 也扒拉散 收上汤汁 番茄和茄子啊 已经全顿烂乎了 和肉末一起 牢牢的扒在面条上 撒个葱花点缀 哇 你看这个色泽 香气四溢啊 看你吃的玩具都是油 不用指定擦一下不就得了 这是我在抖音商城 双十一好物节 提前入的腥香印 茶语思想抽纸 一包菜一块多 柔厚细腻轻肤 湿水不一破 厨房餐桌上 总是少不了的 刚好这次多存了一点 抖音双十一爆款 抢先购 低至9块9 朵花逛抖音商城 或者直接点击评论区 一键购买我的同块好物 10月20日起 还有更多大牌好物放假 一见利解不用凑 胜一生卷 更超值 那就差这小子的 番茄鸡蛋焖面了 我有个很懒的 番茄大法 直接烤一下 皮就裂了 你看轻松就拔掉了 给它煎两个蛋 煎到两面金黄 扒了到一边 扒了皮的番茄 直接放进去 直接压扁 用勺子搓搓搓搓 再加水 生抽番茄酱糖调味 下面盖盖子 终合5分钟就好了 还是从话点缀 这14岁的大孩子 百吃不厌的 番茄鸡蛋焖面也好了 这面吃的也是粘糊感 三人三种口味焖面 半小时搞定 茄子和番茄 我的豆角 那我就吃了啊 豆角蒙面 还是最好吃的 我还想尝一尝 豆角绝对是 还是鞋子好吃 鞋子好吃 好珍惜哦 下次就你做豆角吧 好好好 豆角大胜利